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分享兩間加拿大公司最新一季的業績 以及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間就是Ambridge 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輸油、輸氣 以及天然氣供應給尋常百姓家的公司 它同時兼營煉油和新興能源的業務 第四季的Adjusted Earning Per Share是5毛6指 比市場預期為差 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個估計不到的Energy Surface Segment Energy Surface Segment做甚麼呢? 因為Ambridge的服務範圍覆蓋幾乎整個北美洲 在不同的地方都會浪費不同的交易 來幫助人或自己鎖定天然氣或石油的價格 在這個情況之下 鎖定和市場價格可以有賺有蝕 今季幸運是蝕的 於是就反映了盈利裏面做得比預期差 但Energy Surface 平准的Segment 不會循環到下季 下季可以繼續賺、繼續虧 所以對於投資分析來說 通常會把Segment鎖定為0 除非有Consistent,每次都做得差 像國泰現有的對沖 否則通常估值不會有太大影響 這個也看到所有分析員 也不會把這件事補得太大 除此之外 如果以全年來說 Earning Per Share是2.42 Ambush來說 通常是一間Cash Driven公司 不斷印銀子的公用股公司 所以很多時候會看 Distribution Cash Flow 每年賺到的現金樓有多少 Fee Cash Flow 就是4.67 Fee Cash Flow 這個相對來說 上年來說是差一點的 不過Given the fact 今年就是COVID-19 影響了年中時的煉油服務 天然氣某些的供應 也影響少少的Construction 各方面 所以不會太過出期低了 反而比起公司 年中時做的Forgas 他已經是比Mid Wing Check 略高了 今年他也有一定程度的 盈利貢獻 按Nine Free Repacement的進度 同時間他在歐洲 設置多了一些風電塔 未來來說 Nine Free Repacement Construction 美國那段會繼續 估計來說 所有的阻滯應該會清潔 不過 因為之前的阻滯 又或者是冬天比較冷 但他又要繼續 Construction Additional Tax blahblahblah 那些情況 他估計的Construction fee 就會多0.9 billion 作為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他都會攤暈在幾十年來 未來的Depetiation 影響也不算很大 另外 Depth to EBITDA ratio 仍然是一個健康的水平 過去的三年都是下降的 不過2021年估計 就會維持在4.5倍至5倍之間 比起2020略為上升 我相信這個是 現在的市場借錢的利息 相對來說比較低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不借多少少來做 而不是用自己的圍內的現金流呢 公司管理層估計 未來的Distribution cash flow 未來三年都會有6-7%的增長 比對起之前的Promise 大約每年有10%的增長 是略為來減低 就是一個比較Conservative的Approach 因為他仍然覺得 在疫情當中 很多事情都是uncertainty 再加上油價 或者油的Demand 可能要去到2023年才完全恢復 如果Demand是這樣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 Demand的營業會相對減低 如果用這個計算來說 Demand的Target Price 可能跌到大約$52 不過不過 如果我們相信 這個字 不過是公司管理層的Conservative Approach 在終日 可能會上去8% 或者更高的位置 可以維持Target Price 去到$56 左右 Depends on你的Convection 有多高 或者你可以看多些 能人所不能的 一些想法 現價來說是$44 我覺得仍然值得去持有 Given the fact 它的Dividend是有超過7% 那麼高的 所以盡可供 退役可以守 當然如果你覺得 6-7% 增長on cash flow 不是那麼開胃的 水位又不是太多 可以等它假如有所調整 去到超過$40 甚至乎跌破$40 甚至乎跌破$40 都可以進去 去年這間公司 曾經跌到$30 在那位置 我都入了不少 最主要來說 是因為其他石油的股票 大塌 Given the fact Ambridge 都是Part of Energy 經歷著ETF 家庭 被人拖下去 跌倒 變相 會有這樣的機會 但今年 隨著石油加價 是回復穩定的水平 當然你將來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種衝擊 令到Ambridge 沖得那麼緊要呢? 我相信 可能性 相對在去年 會低做 這個需要注意 但有很多朋友 都已經放Ambridge 之前 聽我的推薦 也賺了不少 我仍然是持續的 但如果你覺得 已經升到差不多 都可以獲利回套 純粹是我自己的 opinion的人 第二間公司 InTech Financial 是加拿大最大的一間 Property and Casualty 財險公司 最主要是做汽車 同一時間也會有做房子的保險 出了第三季的業績 Earning Per Share 是2.78元 比上年同期 爆升了46% 當然也是比市場的預期更好 之前分享過這間公司 在那時的股價是155元左右 太貴 叫大家不要再入 現在跌到144元 究竟值不值得入呢? 它對比上年同期上升了8% 而且是全線上升 在不同的項目當中 相反 Claims下跌了1% Loss Ratio 就是上年同期63% 現在跌到56% 跌得最顯著的 當然是自動保險 沒有人駕駛的時候 有機會被人偷 有機會撞車的機會都會低 就算你駕駛駛到武龍 街上也沒有很多車 你都會負責 不過現在也不是的 現在我出街都會看到多了車 不知道是我出街的時刻多了車 還是真的多了車 不知道 那些人在超級禁止的時候 都是照出去的 Anyway 屋方面的Claims下跌了不少 雖然幅度沒有Auto那麼厲害 以至到 Underwriting 保險 related income 就爆升了86% 比上年同期 雖然它的Expense 略為上升 Expense Ratio 由29%升到31% 但怎樣算也好 那一局的Earning Per Share 都升了46% 今個季度來說 它有一個Unrealized Gain 撥入了在那局的Earning當中 不覺得它會重現這個Unrealized Gain 不過即使不算這個 純粹只是算它本頁來說 我覺得它未來的 下年的Earning 都可以提高一線 雖然我的Target Price 仍然維持在165%這個水位 如果你說144%升上165% 又不算過分地多的回報 20%左右 你可能可以看看 究竟它可不可以跌到 甚至乎跌穿140% 甚至乎跌穿140% 這個真的可能是一刻 即是你要Catch 因為這間公司很銀 而且涉跡幾乎過去幾季 都是比市場預期好 如果不是的話 現階段144元 我都入多了少少 這個我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今天分享這兩間公司 另外現在 這個德州那邊 因為這個天氣關係 令到很多地方停電 有很多煉油的設施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或多或少 都可能會短暫地影響到 Embridge的業績 這個就可能反映在下一季當中 但是通常這些Crisis 對於生活在當中的人 當然是影響大 但是對於股票來說 通常是一個短的時刻 投資者亦都不覺得 那些就會 recurring去影響 變相來說 如果真的因為這樣的時候 受到那個衝擊 可能反而是一個opportunity 去真是增持 但無論如何 希望當局能夠盡快去恢復 供電 令到那些人 尤其是冬天很冷 希望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們在北美洲 都試過一次超級大停電 我們就停了三十六個小時 有些地方停了整個禮拜 才恢復 比較嚴重 尤其是如果你在南方 本身它那個配套 到暗遇寒 不會像北方那樣好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拿手不成勢的時候 也有些朋友 即是開著那個 或者是在車上開著那個引擎 那麽就中了一氧化碳 來沒有生命 很可惜 但是當這些消息 知道多了的時候 你知道原來不可以這樣 原來要開小小槍 那麽就會救回更多 或者不會有更多更多這些無辜的生命 來喪失了 因為不懂得怎樣處理的時候 Anyway 希望這個盡快能夠解決 全球天氣反常都有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之前日本也好 或者中國也好 都有供電的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可以遲些再講講 如何去解決 或者是問題出在哪裏 各方面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和Share